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姬瑶怒得胸口起伏 着实气得不轻 去吧 剩下几个交给我了 扬开点点头 姬瑶得力 郊区一惑 便直接扑到了白鱼头顶上方 血寒长剑抖动之间 剑花朵朵朝白鱼笼罩过去 剑臂猖狂 白鱼大鹤一声 伸手在虚空中一握 一赶长枪便出现在手上 催动地缘一枪倒出 那剑花当即崩溃开来 长枪抡圆了朝姬瑶扫去 姬瑶也是面色不变 长剑一扫 一道剑芒便朝白鱼斩去 两人顷刻间站成一团 地缘涌动 法则碰撞 直打得如火如荼 一边与姬瑶交手 白鱼一边说道 你们去将那两个杀了 再拦住我 是 太平城城主严东 与另外三个玄雷阁长老德令 立刻行动起来 脚下连铁四人分散四周 将杨开与石天河团团包围 东夫人 严东目光冷然地望着石天河 开口说道 本城主还真是没有想到 你竟是冰心谷的弟子 你可是瞒得本城主好苦啊 石天河咬牙道 百年之前 我就已经被逐出了冰心谷了 如今并不算冰心谷的弟子 严东呵呵一笑道 不管怎样 你说到底曾经也是冰心谷的人 听说你还是那安若云的弟子 是又怎样 严东叹息一声道 唉 当年本城主在外游泪之时 也曾结识过一个冰心谷的弟子 那人胜得冰清玉洁 秀外惠中 便如董夫人这般模样 本城主爱慕至极啊 只可惜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那女子对本城主 却是瞧不上眼 让本城主引以为憾事 至今相及 依然扼腕叹息 严城主还有这段风流雅士啊 旁边一个玄雷阁长老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倒是不曾听闻过呀 是啊 若是当日那女子接纳了严城主 今日只怕也要受起牵连啊 幸亏严城主 吉人自有天相 另一个玄雷阁长老也笑了 严东摆了摆手道 陈年往事了 几位莫要笑话严谋 不过 虽然时隔多年 本城主却还记得 那女子名叫于丹 不知董夫人可认得 于丹师姐 池天河一惊道 你居然认识于丹师姐 看他那表情 显然是认识于丹的 严东呵呵笑道 你们同为安若云门下 果然是认得的 好好 很好 他说这话 不住地点头 眼中闪烁的光芒 也逐渐危险起来 一直没开口说话的 那个玄雷阁长老 若有所思地瞧了他一眼 说道 严城主 当年汉事 你不会是想今日来弥补吧 严东微笑道 有何不可 几人都是听得一正 那玄雷阁长老道 严城主果然好雅致 这位董夫人 可是嫁人多年了呀 逢运美赴 严谋可是很喜欢的 更何况 他与那余丹乃是师姐妹 既然严谋得不到师姐 弄个师妹玩玩也不错 几位长老待会出手的时候 可要怜香惜玉一些 莫要伤了他 几个玄雷阁长老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不过也都知道 当年知识在严东心中成了一个节 今日若能卤了十天盒 也可以了了心结 当下纷纷点头道 严城主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的自然得给你一个面子 严东呵呵笑道 那就先谢过几位了 十天盒脸色羞红怒道 严东 没想到你这么卑鄙无耻 往东海这些年一直围你马首是瞻 听你的号令 东海 严东冷哼道 那个死人替他做事 放心 他不疼你 本城主以后会好好疼你的 死人 十天盒翘脸一白惊声道 你们把他怎么了 严东冷笑道 身为董家家主 取了一个冰心骨弟子 你觉得他会是什么下场 如今他已被本城主碎尸万段 董家也不复存在了 十天盒郊区一抖 整个人都懵了 虽然早就知道自己身份暴露之后 董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但真的听到这个消息 却还是无法接受 那可是跟自己夫妻百年的男人啊 是当年自己不惜离开师门 也要跟随的男人 如今说死就死了 我杀了你这个臭伤 十天盒眼眶一红 长剑在手 一身力量全爆 便要朝严东杀过去 可是他身子还没动 便感觉被人拍了下肩膀 顿时僵在原地 动弹不得 若非有杨开地缘笼罩 只怕要立刻摔下去了 严东冷眼瞧着杨开 哼道 小子死到临头 还有闲心去管旁人的事 杨开咧嘴笑道 几位就这么有自信 能杀掉我 一边说着 一边将十天盒 扯到了自己的身后战壕 他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倒是让严东等人眉头微皱 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 姬瑶的身份 他们知道 可是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有什么样的实力 他们却是毫无所知 一时间不禁都有些忌惮 阁下到底何人 如今北狱之中 兵心苦人人喊打 不日偏要覆灭 阁下若是聪明人 就不应该来掺和这趟浑水 严东冷着脸望着杨开说道 不错 阁下若能迷途知返的话 大家未必不可以做个朋友 一个玄雷阁长老 也点头说道 你们这样的朋友 本少可高攀不起啊 杨开咧嘴一笑 大家还是手底下见真正的好 你们还在磨藏什么 速速解决了那人 就在这时 那边忽然传来了 白鱼的怒吓之声 几人连忙扭头望去 都不禁脸色一片 因为他们发现同为帝尊 两层镜修为的白鱼 竟是在争斗中落了下风 那半空中极寒的意境弥漫 将诺大一片空间充斥 白鱼神色艰辛地抵挡着 姬瑶的进攻 脸色都微微苍白 看他那样子 竟是无法再坚持多久了 几人都吓了一跳 纷纷意识到 小看了姬瑶的实力 尽管他也是帝尊两层镜 可他这个两层镜 比起白鱼要厉害多了 再不去帮忙 你们割主就要完了 杨开笑望着几人 同时浑身地缘一阵 有意展露修为 开口说道 放心 本少实力不强 只是个帝尊一层镜而已 别怕 一起上吧 帝尊一层镜 果然是帝尊一层镜 妈的 去去一层镜 也敢扮猪吃虎 吓唬本座 严东和三个玄雷阁长老 纷纷叫嚷起来 先前他们有所忌惮 是怕杨开的修为比他们高 所以不敢贸然出声 本想着先将他的实力 打探出来再说 却不料 这家伙竟然自己暴露了 一个帝尊一层镜又有什么可怕的 他们四个都是帝尊一层镜的修为 即便一个不是对手 四个一起上难道还不是对手 当少 一个玄雷阁长老 嘞喝一声 下一刻 四人便从四面八方 朝阳开扑了过去 地缘涌动 各式秘术攻击 气势如虹 一下扑过来四个地尊镜 那场面着实吓人 石天河被阳开 置住定在原地 只感觉身子木人一尘 仿若一座座大山忽然压在心口处 让他无法喘息 惊骇之间 四人攻击已经如约而止 哄哄哄 一声巨响之后 石天河心肝都快被吓出来了 还以为自己死定了 可再定眼瞧去 却诡异地发现 自己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另一个位置 那四个人的攻击 竟没能伤到自己分毫 杨开挡在前方 双手猛地一拍 再一拉 一道巨大的漆黑月刃般的攻击 悠然成形 那漆黑月刃之中 跌宕着让人心惊肉跳的能量波动 似是死神的镰刀 伺机收割着众人的生命 咻的一声 跃刃鸡飞出去 直朝那四位帝尊镜斩去 不好 严东脸色一变 大喝一声 先前一招失手 他便意识到 自己等人小瞧了 杨开的实力 这青年虽然确实也是帝尊一层镜 但那速度却是诡异非诚 由这等速度 在争斗之中 便几乎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呀 回头之时 正见到那巨大的月刃呼啸而来 吓得严东击退连连 口中爆喝道 几位长老快躲 他见机的快 躲得利索 但那三个玄乐阁长老 却没有这么凌厉 三人还在想着 眼前这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压根就没看到杨开有什么动作 为何人就突然不见了 带到严东提醒之时 那月刃以席致面前 三位玄雷阁长老齐齐大喝一声 纷纷催动自身地缘 调动法则之力加以抵挡 吱吱吱吱吱吱吱吹 让他们骇然欲绝的一幕出现了 那月刃所过之处 摧哭拉朽 将他们的地缘和法则撕裂开来 视如破竹的袭杀而来 噴 一声轻响 漆黑的月刃 从挡在前方的玄雷格长老身子中间切过 于是不减地斩向第二个长老 第二个长老也没能幸免 同样被月刃斩过 待到第三个中年长老之时 他才总算有机会稍稍偏了下身子 让得月刃从臂膀处切了出去 严冬一瞬间瞪大了双眼 惊骇地凝视着 那两个被月刃切过身子的玄雷格长老 眼睛都不敢眨上一笑 哗啦一声 那两个长老忽然裂为两半 鲜血内脏从半空之中 稀稀利利地散落 与此同时一声惨呼传来 惊得严冬连忙扭头望去 只见那第三个玄雷格中的中年长老 一臂被齐根切断 鲜血就如喷泉一般从那伤口处喷涌出来 从窃口处隐约可见到胸腔内跳动的心脏 受创不清 严冬倒吸一口凉气 一身一身瞬间被汗水打湿 骇然扭头 惊恐万分地望着阳开道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一招啊 仅仅只是一招 便秒杀了两个帝尊一层镜的玄雷格长老 重创另一人 这他妈的是帝尊一层镜能干出来的事 这他妈还是人吗 严冬是真的被吓到了 若不是阳开刚才主动催动力量 表露出了帝尊一层镜的修为 只怕他还要以为 阳开是个帝尊三层镜在半猪吃虎 站在阳开身边的石天河 也是惊诧万分 忍不住吞了口口水 到了这时 他忽然发现 那束缚自己的力量消失不见了 自己又重获了自由 阳开脸子一笑道 我是什么人你都不知道 便来找麻烦 看样子严惩处这是没死过呀 死 严冬眼帘一缩 瞧了一眼那两个死去的玄雷格长老 又看了看那边苦苦支撑的 看样子坚持不了多久的白鱼 一咬牙 扭头便化作一道红光 急速逃顿 他可不敢再留下来了 对方能在瞬息之间 杀掉两个与他实力相当的地尊镜 取他性命也是一如反掌 再留下来 自己的性命只怕也要交代在这里 可是在对方那神出鬼没的速度面前 严冬还真没有什么能逃掉的自信 所以一边跑一边坠坠不安的回头望了一眼 却见杨开依然只是站在原地 并没有要追过来的意思 替尊镜的速度何其之快 只不过眨眼功夫 严冬就跑得不见了踪影 待到这时 严冬才大口地喘息起来 面上一片后怕之意 生出一种其后余生的庆幸感 他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不追来 不过既然奉任他跑 那他自然不会错过机会 又往前飞了几十锡之后 严冬这才重新获得了一点点安全感 不管那青年的速度有多快 既然直到现在都没有追来的迹象 那就说明他已经安全了 这个念头还没转完 严冬便忽然步伐一顿 表情凌重地朝前方不远处望去 只见那前方的虚空之中 像是平静的湖面被丢下了一颗石子似的 荡起了一层层涟漪 而紧接着 从那涟漪的正中心位置 散发出一股奇特的力量波动 眼前一花 一道让他起于魂飞魄散的身影 鬼魅般地出现了 登登登登 严冬亥然后退 一副白日见鬼的惊惧表情 瞪着阳开道 你怎么可能 说到这里 他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沉喝道 空间神通 他听说过 掌握了空间神通的舞者 将空间法则领悟到极致 可以实现空间位移般的神奇手段 但那仅仅也只是听说而已 空间神通 岂是随随便便就能掌握的 那空间力量可是偏门至极 无缘之人即便亲近一辈子经历 也不可能涉足其中 在整个星界中 倒是有那么一人 在空间力量上的造诣极深 被誉为大地之下第一人 那人便是 东御灵兽岛中 大名鼎鼎的李无依 原来人家并非是放任 他逃跑 而是有把握将他拦下 有空间位移般的神奇手段 即便他再怎么跑 也逃不出对方的手掌心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